這裏是一個種模式的樣板 種了一個星期 它用營養液倒進去 攪拌均勻 接著打開蓋一分鐘 等那些要測試環境的模式掉下去 接著蓋上去放三天 我三天來不了一個星期 回來看看它種了些菌 種成怎樣 可以寄去Polab 它會說這是什麼模式 對人體的 它就說模式不是全部對人體有害的 可以寄去 它就會分門別類告訴它 哪一隻哪一隻模式 那我就不打算 不打算了 因為根本就是有模式 那我的辦法就是 會在外面找些裂痕 然後哪一棵牆 有機會入了水有模式 那我就會怎樣呢 割開去 就給這個屋主看一看 其實這些屋應該要做一次防污處理 那裡是很貴很貴的 如果不找防污公司 有些土法都可以頂多一陣子 就是凹凹凹 割開這個drywall 就是比如這個basement 割開四尺 然後換了它 換了裡面的insulation 即是發了mode那些 那現在就等著屋主 屋主是可以的 我就告訴他怎樣情形 因為現在吃飯之前最好 好呀 增加食慾 沒得頂